由於香港所建設的保隆文化橫幅 第一期的工廳建設已經完工 開花的燈圓地 以及一些商品的相關建設 可以看出公所幾位 走向觀觀化的用心 雖然現在才是第一期的完工 但羅納保留的基民 都很期待完工後的完工好業 羅納從現在推廣就是 種植一些那些溫室栽培的蔬菜 如說觀光客、遊客 如果大量往我們羅納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自己 把我們的蔬菜做直銷的賣給他們 那我們下一個階段就是 要蓋一個布農文化聚會手 現在在移民會在審查當中 如果合准的話 那部分我們明年也要動工 而且但是我最終的目標是 在那個地方 我們會除了蓋布農文化的聚會手在 就是我們也要想蓋一個教堂 這是比較特色的一些教堂 讓文化跟宗教的部分能夠結合 我想這是一個在我們中台灣 也算是一個難人可貴的一個景點 為在羅納布農的布農文化本庫 暫地有六七公斤左右 現在一段看過去是一篇開看 只有一個電園長跟兩座兩座電基礎的建設 因此也讓一些布農基民實際沒有看好 未來這個本庫的使用線 所以目前來看起來是 是還沒有做到 大概還沒有做到一半的 這樣子的一個文化演習 那當然這個現在做了以後 當然多了一些的一個休憩的一個場所跟地方 可是很多的設施啦 還是部落的取習 還是一大的一個差距 比如說就是我們部落的特色啦 文化還有農業這些都沒有要相結合 其實所以我們說我們要弄一個教堂 教堂也是除了可以提供我們那個聚會之外 也可以供人家來集請拍照分殺等等 那就是多數都會有收入啊 那就不會像我們講說 活動一年就辦一兩次 其實不用那只要那個太好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自動就會來 羅納布農好親是專家最大的布農做布農 現在會不會散業在布農基農的打招之下 散業規模也相當好觀 因此基農對到這個布農文化的橫幅 都有很大的願望 希望未來完工後後 會等真正欣大幅的觀光客 大家了解布農做的文化 和大東觀光好業 繼續粉絲 蔡宏寶島 新大幅的間